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小锦鱼 演播摩仙 摩尼 演播摩仙 声如沉闷雷霆 响彻天地 贺仙子 你是什么态度 演简一该 却威是破人 道观内 先贺谋光便幻 道 你们这么做 可清楚后果 无非是被执行者言成罢了 维恒神色淡漠 在此之前 只要能为山宁报仇 我等纵死无悔 贺仙子顿时沉默 他哪会看不出 唯恒等四位直戒者已彻底豁出去 前辈 您不是说第一直戒者不会袖手旁观吗 天妖魔皇忧心忡忡 这 和仙子苦笑 我可以肯定的是 望天搜肯定不会坐视不管 但他究竟什么时候出手 就不好说了 他神色很不自在 避开了天妖魔皇的目光 看来 果然不能指望别人站出来主持公道 以我看 这仙允禁区的规矩早烂透了 孟昌云愤然道 苏义起身 收起腾已 道 你们估计在此等候 说吧 他复首于备 朝道关外行去 前辈 天妖魔皇正要继续向和仙子求助 已经走到道关外的苏义 头也不回道 莫要勉为其难 他没有去同流河屋 已经很难得 和仙子悠然一叹 苦笑摇头 孟昌云则飞快道 天妖大人无需担忧 那些执戒者注定不可能是 灌主大人的对手 他曾目睹苏义斩杀山宁的那一战 信心十足 天妖魔皇一政 当真如此 道关外 与是庞陀 雷霆翻腾 当看到从那破败道关中走出的苏义 梅恒等人 梅梢间的杀鸡监欲发浓烈 就是此人 杀害了山宁 就你们四个 苏义问道 他一态悠闲 脉不虚空 漫天雨水落下时 却无法沾染其衣衫 从容而超染 你们听听 子疗事前我们人太少啊 蒙战咧嘴笑起来 他骨骼粗大 身影雄军 肩扛一柄铁棍 唯是凶悍设人 执掌轮回 又能以悬河境道 横杀害山宁 此此的却有猖狂的本钱 黄三甲声音阴沉 若非如此 也无需我们一起来猎杀他 哄 突然 苏义身影四周 虚空骤然立开 无数血色藤蔓抱涌而出 刹那间而已 就将苏义浑身笼罩其中 血色藤蔓如若无数灵蛇在蠕动和盘绕 闪烁着规则的力量 恐怖无边 几乎同一时间 去 围横袖跑古当 六座紫色石碑腾空 彼此呼应 如若六座天文般 镇压苏意的东 南 西 北 上 下六个方位 每一座紫色石碑 皆覆盖着神秘的雷霆道文 电呼闪烁 锋利虚空 多 警方背后的青铜宝镜呼啸而起 横空悬浮 骤然迸发出无数青色神雁 明耀天地 照亮这片山河 那青色神雁皆由规则力量交织而成 只死要焚天灭的 将苏一所驻足的地带彻底炼化 震 蒙战猛地将扛在肩膀上的铁棍拎起 狠狠朝虚空中一处 东 一座座白骨大山拔地而起 碾压着虚空 朝苏一所在置地挤压而去 成了 黄三甲笑着出声 之前他们对谈时 他已悄然动手 施展一门禁忌密术 一举用无数血色腾慢的力量 将苏一彻底困住 而维恒 蒙战 黄三甲则同一时间寄出各自制强手段 对苏一进行重重镇压 这一系列动作 借一气呵成 刹那间发生 快得不可思议 破败道怪内 当看到这一幕 惊得天妖魔皇躯体发寒 叫脸骤变 这 孟长云倒吸凉气 亡魂大冒 太恐怖 之前明明在交谈 和转瞬间 一场杀截骤然爆发 一举将苏一重重镇压 谁还能不清楚 这四位只借着有备而来 早已商议好出手的对策 不动则已 一动就是雷霆万军的致命一击 爱 和仙子窥叹 他了解维恒等人的性情 一个个杀伐果断 斗战经验丰富 无疑不是堪称顶尖的绝世罕人 当他们决定不顾违背规矩出手时 就已注定 要倾尽一切手段 灭杀苏一这个试炼者 而眼前发生的这一幕 无疑显露出 维恒等人绝非一气用事 也不曾有任何大意 而是绸缪已久 轰隆 天穷厚重的云层动荡 虚空紊乱 六座紫色石碑轰鸣 镇压六合 无尽青色神艳汹涌翻腾 似要焚化天穷 一座座白骨大山 碾碎虚空 不断朝苏一所在肢地挤压 而那无数密密麻麻的血色藤蔓 就如重重叠叠的球龙 将苏一困在其中 疯狂搅动 那等一幕 无疑恐怖到极致 人们甚至无法看到苏一的处境如何 只能在神念中感应到 属于苏一的气息 正在遭受可怕的打压 并且随手都有负面消散的可能 此聊大概不会想到 我们会忽然翻脸 蒙战咧嘴笑道 正因为想不到 才能出其不意将其镇压 警方微笑回应 他施展秘术 转动青铜宝镜 让得天地间的青色神艳 愈发狂暴 能被我们一起视作 头等大敌对待 此聊赠死也可明目 黄三家语气带着一亩傲义 毕竟一般的角色 根本不值得我们多看一眼 莫要大意 此聊还在挣扎 等其撑不住的时候 切记留其一线生机 如此才能挖出轮回之密 维恒冰冷出声 七大人接点了点头 他们各自催动自己的秘术和宝物 不断对苏伊进行镇压 就见那片天地都崩坏 山河本乱 那等景象 触目惊心 可恶 天妖魔皇彻底愤怒 星谋冷彻如冰 身上杀鸡如蓉将迸发 眼见他暴怒至此 和仙慈羽一拍动 一片白茫茫的道光席卷而出 覆盖天妖魔皇四周 再生气也得忍住 我可不希望你去送死 和仙子窥叹 天妖魔皇疯狂挣扎 可却是徒劳 不由私生教导 放开我 死有什么可怕的 就是死 我也要和苏玄军一起死 他绝艳没力的欲容扭曲 尽是癫筐之意 恨到牙齿快咬碎 和仙子不为所动 道 若这才会在这时候寻死密活 强者会忍辱负证 舔是伤口 让自己先活下来 如此才有复仇血恨之日 天妖魔皇一正 胸口极具起伏 欲容变幻 任谁都能看出 他此刻的内心是何等痛苦和煎熬 观 灌主大人一定不会 不会有事的 孟昌云结结巴巴出声 他老脸煞白 浑身颤抖 明显内心也极为惊慌 可这一刻 他却没有怂 并且 说完话后 猛得一咬牙 纵身就朝道观外冲去 哼 可还未冲出道观 孟昌云就被一片白茫茫的道观阻挡 身影一个亮枪 一屁股蹲坐在的 你就别再添乱了 和仙子长叹 孟昌云低着头 声音悲痛沙哑 我老孟这辈子谨笑甚微 贪生怕死 第一次立世 要追随观主大人身边做事 生死都不怕了 可却帮不上忙 我 我他妈好恨我自己 他蹲坐在那 目自欲猎 和仙子正了正 一失漠然 直接这违反规矩 对试炼者出手 本就称得上罪大恶极 更让和仙子心中沉重的是 直至现在 第一只戒者也不曾出现 就如同 握许了这一切发生一般 这让和仙子内心也极不是滋味 只戒者 怎能如此 抓紧时间 彻底将其镇压 外戒 响起为横淡漠冷酷的大鹤 轰 到阴轰阵 山河皆颤 恐怖的道光 撕立天穷 崩塌虚空 四位职借着 皆全力出手 毫无保留 每一个神色间 皆杀机营绕 毫无情绪波动 可是很快 一道淡然中 透着失望的声音响起 寂致词耳 轻飘飘四个字 穿过轰鸣的道音 在这动荡的天地间响起 为横等四位之 借着瞳孔一宁 道观内 天妖魔皇 梦长云霍人抬头 恩 和仙子也四以外 一对谋过去 而后 在所有人 不可思议的目光注视下 一道剑光 呼得从属一所驻足的 那一片崩坏天地中掠起 剑光明耀 扶摇直上 无数血色藤蔓炸碎 光与飞剑 哼 一座镇压在上空的紫色石碑 四番五裂 被那一道剑气轻易凿穿 紧跟着 那一道剑气 破开那扑盖天羽上的青色神艳 破开一座横压前方的白骨大山 那一道剑气 竟是无间不摧 一路冲破重重围困 以催枯拉朽之势 来到天穷之上 哼 那笼罩在黑血禁渠上空的厚重黑云 在这一刹彻底被凿开一个巨大的窟窿 耀眼的光 从云层窟窿出倾洒而下 驱散黑暗 照亮乾坤 一道骏拔身影 随之扶摇而起 立足崩坏般的天地间 青袍飘液 沐浴在天光之下 其身影上方 渐气横天穷 其光惶惶如日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旋环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尼 第192章 问我手中介 阴真黑暗的云层 似更古笼罩于此 而今 却被一道剑气斩破 仅仅那等剑光 便惶惶如日 照亮十方山河 远处 苏一人如仙神 剑开九霄 奥历天穷之下 这一瞬 天妖魔黄 梦长云间眯起眼睛 神态恍惚 几乎怀疑自己在做梦 凭生不真实之感 这一瞬和仙子新神震撼 难以自已 在场之中 唯有他最清楚 维恒等四位职戒者的联手围攻 是何等恐怖 足可轻松 红杀戒 王静人物 可现在 这样的围困 却被一箭破支 那种冲击力 简直无以复加 也是这一瞬 维恒 警方 蒙战 和黄三甲 奇奇色变 一个个被惊到 这是何等剑道 净能 斩断我等所借用的 周天规则之力 维恒惊悚 须知 在仙陨禁区 他们这些职戒者 能够运用周天规则 足可轻易灭杀 同静下王 可现在 一个悬和静皇者 一箭之间 就扭转乾坤 破掉他们所执掌的 周天规则 这无意太恐怖 这似乎并不像轮回奥义 风景撒掉 唇角血字 之前 苏义一箭之威 破掉那漫天青涩神艳 也让他遭受到反噬 受到冲击 闪宁应当就是被 这等力量杀害 蒙战沉声道 脸色难看 早知道此聊 非同寻常 却没想到 竟逆天到这等地步 黄三甲也受到冲击 脸色变幻 尽是惊荣 哼 云层翻滚 剑气惶惶 天穷下 苏义一袍飘荡 一带自私 都已懒得废话 直接探出右手 当空一抓 枪 那凿破厚重云层的 一道剑气 疏尔化作三尺长 落入苏义掌中 那一瞬 直死握住了一轮 璀璨耀眼的大日 所有人心颤颤颤 维亨厉声大喝 和他拼了 他催动那 仅剩下的五座紫色石碑 朝苏义震杀过去 同一时间 蒙战 警方和黄三甲街全力出击 根本没有任何保留 和拼命也没区别 谁都清楚 若压不住苏义的企业 这一战的后果 注定不堪设想 红龙 神艳略空 宝光激荡 四位直戒者皆选择拼命 并且 他们重新操纵周天规则 一个个如若主宰般 未能恐怖 咔嚓 震耳欲龙的抱碎声响彻 苏义挥剑之间 碾碎五座紫色石碑 见风一转 以霸道无匹的灵力之势 斩掉维恒一条臂膀 他毛骨悚然 骇然失色 若不是他闪避及时 这一剑都能杀了他 红龙 天地间 剑气在纵横 光焰争腾 把虚空完全搅乱 这一刻的苏义 纵见天地间 所向披靡 斩掉为横的一条胳膊后 剑风一转 横扫七大三人 无边的剑气如烈日之光四女 轻而一举就将对方三人 掌控的周天规则斩破 而那恐怖到堪称近期的剑威 则一举将对方三人轰飞出去 一个个遭受重创 咔嚓 蒙战手中的铁棍断成两截 磅礴的剑气 轰得他躯体残破 鲜血飞剑 砰 沉闷的巨响在虚空中炸开 由警风御用的那一个青铜宝镜出现无数力痕 而后轰然炸开 碎屑蹦剑如雨 而警风自身则被震得大口渴血 染红一惊 身影似断了线的风筝扳道舍出去 至于黄三驾 他更是凄惨 直接被剑气轰碎驱翘 神魂虽及时逃顿 却因受惊过度发出激烈的惨叫 刹那间而已 四位直戒着遭受重创 那霸道血腥的一幕 看得天妖魔皇 孟长云都呆滞在那 满脸震撼 之前 天妖魔皇还在未无法和苏义一起赴死而痛苦 急于癫瘫 孟长云更是悲痛无助 私生大骂自己太过无能 可现在 两人都快要猛掉 原因就是 本以为即将遭难的苏义 非但没有遭难 凡道斯化身仙神 一举扭转乾坤不说 还杀得四位直戒者溃步成军 身负重伤 他所掌握的剑道奥义 竟能破开仙陨禁区的周天规则 和仙子终于明白似的 斗兮凉气 谋子终尽是震撼 你们快退 我来挡住他 快 战场中 梅恒怒吼 浑身发光 光焰争腾 他横挡在前方 试图牺牲自身 牵制苏义 为其他人争取一线生机 苏义不由一声轻笑 躺避挡车罢了 他正欲出手 还请道友手下留情 远处虚空中 空间巨阵 浮现出一个诸如老者和一个身着赤袍的俊美少年 望天搜和原木 和仙子惊恶 来人正是第一执戒者和第三执戒者 天妖魔黄翘脸阴沉 早不出现 晚不出现 偏偏这个节骨眼上出现 分明就是故意的 操 梦长云七的差点直接骂脏话 之前贯主大人被重重围困时 也没见着两个老东西站出来 反倒是那些直戒着即将扶诸时 他们来了 简直就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 恶心到家了 而看到望天搜和原木出现 维亨等四人皆松了口气 之前 他们被杀的肝胆欲裂 斗知快要崩溃 都已做好最坏打算 可现在 随着望天搜二人出现 事态已出现转机 哼 可就在这一刹 苏一手起剑落 一道无皮璀璨的剑气呼啸而出 一举驻足在前路上的维亨轰杀当场 躯体和神魂都炸碎 彻底魂飞烟灭 这一剑 那叫一个干脆利索 也霸道无比 完全不把望天搜和原木放在眼中 直接就杀了 你敢 警方 蒙战和黄三甲兽精 目自欲裂 望天搜和原木的脸色都难看下来 两人都没想到 这个名叫俗一的试炼者 竟如此不客气 连一点情面都不讲 和仙子心中咯噔一声 却是一阵暗叹 不得不说 望天搜他们出现的时机太不厚道 任谁遇到 都会为此动怒 杀得好 天妖魔皇府长 就该弄死那些违反规矩的混账 一个也不留 孟长云咬牙切齿 他内心也很痛快 激动得老脸发光 至于那些执戒者啊 他已完全不在乎了 什么东西 一个个下作到了极致 道友息怒 莫要被怒火冲昏头 望天搜身呼吸一口气 安那住内心的不渝 他身影一闪 挡在了苏伊的前路上 道 今天发生的事情 我都已清楚 那些执戒者违背第一戒律 自会受到撑出 老朽也希望 道友就此职守 不远处 袁木轻叹一声 道 今天的事情 一切都错在那些执戒者身上 道友放心 我们定会秉公办事 还你一个公道 说到这啊 他目光看向远处的贺仙子 道友若不信 可以问一问贺仙子 在仙运禁区外围地带 任何执戒者 只要违反规矩 必会严惩不但 绝无幸免 贺仙子迟疑了一下 这才缓缓点了点头 他妈的 老子第一个不服 蒙弟 孟长云大叫 怒发冲冠 之前我家大人被围攻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出来主持公道 秉公办事 现在那些混账快完完了 你们一个个假惺惺说要按规矩办事 不觉得虚伪 老子都替你们感到丢人 一番话 骂得望天搜和原木脸色难看 可他们最终并未理会 目光只看着苏义 苏义扬起手中见风 指着警风 蒙战何黄三甲三人 道 今日此时 他们必须死 平淡随意的一句话 却又不容违逆的力量 警风他们神色皆变得无比难看 又惊又怒 望天搜脸色也阴沉下去 道道友 依照仙蕴禁区的规矩 只借着犯错 自当由执行者裁定 你若冥完不灵 一意孤行 可就等于在和我们所有执借着宣战 原木也面无表情道 我们已表露出足够的诚意和歉意 也劝你得饶人触解饶人 是可而知为好 万事做绝 只会害人害己 天摇魔皇玉荣变幻 他内心虽急不痛快 可冷静之后却清楚 这时候退让一步 才是最明智的抉择 否则 事情只会越闹越大 孟长云内心虽憋闷 可以清楚 眼下最好的结果 就是让执行者 依照规矩去收拾那三个执借者 如此 既不会彻底撕破脸 也不至于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 和仙子长叹一声 道 苏道友 第一执借者都已表态 我相信 他肯定会这么做 断不会编谈那三位执借者 眼见和仙子也出声 望天搜神色缓和不少 目光看着苏意 道 只需你点一点头 今日此事 便可就此结果 结果 可以 苏意淡淡地说道 先问过我手中的剑 声音还在回荡 他骤然出手 枪 灿然的剑气 枪然而鸣 苏意纵身上前 一剑斩出 虚空骤然裂开 所有人皆有猝不及防之感 都没想到 话都说到这般地步 苏意竟还不罢手 望天搜和原木更是脸色一尘 栖其出手 可仅仅刹那间 两人色变 苏意那无匹地剑道威能 直接把这片天地笼罩的周天规则震碎 让他们无法借力 轰 剑气航空展来 七光大盛 明有乾坤 称齿如若无上般的禁忌威能 望天搜和原木 虽全力抵挡 可依旧被这一箭轰飞出去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旋软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尼 第一千一百九十三章 执行者 望天搜 唇中可血 老脸苍白 原木吃刨破损 披头散发 两位执戒者 竟不抵苏意 一箭之威 天妖魔皇和 孟长云皆恶然 两人之前皆以为 苏意会选择退让 避免把事情闹到 不可收拾的地步 如此 有力无憾 和谁曾想 苏意还是直接动手了 怪我一是糊涂 早该想到 以这家伙的孤傲性情 是断不肯有任何让步的 天妖魔皇 暗自苦笑 这就是我和 冠主大人之间的差距 孟长云自残行贿 心中难难 我总想着厉害关系 认为只要不闯出大祸 可以忍让一步 换一个两全其美的结果 和这实则是胆怯的表现 若真有绝对的实力 怎会忌惮这些 冠主大人就不一样 若有不公 就见斩之 孟长云很清楚 他不够资格这么做 但冠主大人有 这就是差距 他用自己的想法 去为冠主大人担忧 无疑就是起人忧天 糟了 和仙子的心都沉入谷底 苏一这一剑可等于彻底和第一直戒着撕破脸 也等于是在向所有直戒着宣战 他怎敢 警方 蒙战 黄三甲接惊怒 之前 他们还以为 有望天守和原木在 苏一必然不得不退让 选择就此罢手 可谁曾想 苏一竟直接动手了 根本就不把望天守和原木放在眼中 哼 虚空翻腾 剑广流转 一剑鸿飞望天守和原木后 苏一身影凭空一闪 朝警风 蒙战和黄三甲杀去 三人之前已遭受重创 这一刹 皆毫不犹豫转身就逃 杀 苏一纵步一踏 剑如九天长虹 垂落天幕 数千丈外 虚空骤然断裂出一道塌陷的霞长沟壑 警风的身影则在那沟壑深处炸开 血雨横飞 原来 苏一这一剑将长虹批的塌陷裂开 连同警风一起葬面 几乎同一时间 苏一挥剑一招 轰 另一个方向上 蒙战怒吼 双拳猛地朝下方砸出 附近千丈虚空骤然轰震 可下一刻 一道剑气撩起 自下而上 将蒙战的躯体切成两半 临死 他怒目原争 邪满不干 唯有黄三甲施展一门神通 瞬息间而已 就逃得无影无踪 见此 苏一谋子中却泛起一丝不屑 枪 剑银响彻 他扬起右臂 将手中的剑气狠狠扔出去 距黑血废墟 左右三千丈之远的天穹下 虚空呼得如琉璃般炸碎 紧跟着 一道凄厉的惨叫响起 黄三甲的身影亮腔跌出 而后 他躯体呼得化作无数块血肉 扑速速飘洒 那片天地 一道剑气纵横长天三万丈 渐渐消散 这一幕 虽然发生在黑血废墟之外 可那等剑气之危太过恐怖 当听到黄三甲的惨叫声响起 众人都意识到 黄三甲已死 至此 包括威恒在内的四位执戒者 皆暴毙当场 天穹下 苏伊平须而立 看着他那俊拔的身影 偏妖魔皇正正 心绪激荡 孟长云狠狠一拍大腿 咧嘴笑起来 直觉以前自己活得实在太窝囊 远不如像今天痛快 和仙子默然 眼神复杂 他也震撼无比 深刻意识到苏伊这个试炼者的恐怖 根本不是境界的高低可以衡量 当默独威恒等人被屠戮的一幕幕 甚至让他感到一种难言的经济和不安 实在是 苏伊的剑道太过可怕 足可轻松斩断周天规则 而要知道 他们这些执戒者最强大的依仗 就是周天规则 远处 望天搜和原木眸光闪烁 神色皆阴沉如水 原木脸色铁青 一字一顿 道 所以 你身为失恋者 却不遵从仙陨禁区的规矩 自此刻起 你便是仙陨禁区的敌人 声音中 尽是震怒 天妖魔黄河孟长云心中一尘 最坏的结果终于要来了吗 和仙子则忍不住道 归根到底 是违恒他们违反规矩在先 便是被杀了 也是咎由自取 怎能 不等说完 望天搜冷冷打断道 和仙子 之前你也看到了 我们已经给他机会 移归行事 可这苏仪却不管不顾 是我们仙陨禁区的规矩如无物 此等行径 已是罪不容束 和仙子语色 无法反驳 这时候 苏仪却呼得审笑起来 道 老东西 你就别装了 这 不正是你最想看到的结果 此话一出 天妖魔皇心中一动 难道从一开始 那望天搜就在等待这样的结果发生 和仙子躯体发寒 也似意识到这一点 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望天搜眉头皱起 神色冰冷 你这是何以 何以 老子来拆穿你的歹毒用心 孟长云大叫 他彻底明白了 咬牙切之道 你身为第一只戒者 早在山宁死的时候 那可能不知道 那为横四人一起出凳 要为山宁报仇时 你又怎可能不知道 可你却偏偏什么也没做 为何 很简单 要借刀杀人 若为横四人能够灭杀我 我家大人 抢走我家大人所掌控的轮回奥秘 你就可以用仙云禁区的规矩 来收拾为横四人 如此 你就能顺理成章的多的轮回奥义 他一份典应 声传全场 天摇魔黄梅烧尖浮现彻骨的冷意 和仙子神色很不自在 圆墨眼皮跳了跳 望天搜面无表情 慢调死里道 空口无凭 这仅仅只是你的揣测罢了 更何况 你所假设的这一切可根本没发生 孟长云冷笑道 那是因为我家大人足够强大 顿了顿 他继续道 之前你为何要站出来阻止 很简单 根本不是为了化解恩仇 而是要激怒我家大人 让我家大人不顾一切破坏规矩 如此 你就能够用先允禁区的规矩 把我家大人判定为公敌 用尽一切手段对付我家大人 最终同样可以谋夺轮回奥秘 说到最后 他恨得咬牙切齿 你这老东西 太他妈黑了 望天手却不为所动 冷冷道 何笑 我身为第一支戒者 一切依照规矩形式 何曾做错什么 更何况 我便是犯错 也由不得你来指责和评判 你 孟长云气坏了 都已到了此时 这老家伙竟还不承认 天妖魔皇心谋彻底冰了 孟长云所言 也正是他心中所想 这第一支戒者 远比维恒等人更心黑 更阴毒 望天走一览的理会孟长云 眸自如电 遥遥看着苏毅 苏毅 你可认罪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苏毅神色淡然 动手一决便是 将 他探手一抓 虚空中 一抹剑气凝聚而成 灿若骄阳 重斥禁忌般的无上见威 远处 原目心中一锦 望天走 神色忽得变得装素起来 手握一块令牌 沉声道 直接者望天走 恭请尽是大人出手 诛杀最徒俗意 以捍卫红天尊所立规矩 生如大道轮音 响彻天地间 哼 虚空骤然离开 一个身着金袍的男子 凭空出现 他肤色白皙 长发如墨 模样如青年般俊朗 身上的金袍覆盖着 奇异的符文图案 整个人迷散出恐怖无边的威能 金之大人 和仙子色变 在仙运禁区 深处的原始密的内 驻守着六位执行者 每一位 皆有着归一境层次的道行 实力极端恐怖 能够运用原始密的的周天规则 进尺便是其中之一 在他面前 驻守在外围的这些执戒者 和后生完备也没区别 浩墙 天妖魔皇心经 神色空前凝重 归一境存在 梦长云道西凉气 归一境界王 以容大道于一炉 化万法于一境 导航之高 实力之强 远远凌驾于同寿境之上 相比起来 仙运禁区外围地带的 这十位同寿静之戒者 无依旧逊色许多 属下见过金之大人 望天搜和原木齐齐上前见礼 就是和仙子也不敢怠慢 出声见礼 事情我都已清楚 交给我来处置便可 金之微微汗手 他眼眸泛着锋利的金芒 一态如天 微是恐怖 所以见此 却一声冷笑 淡淡道 你何止是清楚 恐怕之前就已经和那老东西 暗中勾结 否则 怎可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就赶来 大胆狂突 羞要血口喷人 望天搜和尺 神色冰冷 金之却微微一笑 白手道 莫要和一个即将被定罪裁决的死人计较 没必要 他云淡风轻 说话时 袖袍古荡 掌尖呼地浮现出一柄金灿灿的行刀 刀身明耀 流淌着血色 法则力量阴晕 未能恐怖无边 这明显是一柄神兵 气息惊世 天妖魔黄和孟昌云皆心颤 只远远看着 让他们的眼睛 心神都有被切割般的刺痛感 和仙子的心都沉入谷底 当魔行刀 太古最初时 由红天尊留在原石密达的六把行刀之一 号称可诸鬼神 斩些魔 未能莫测 这一刹 所以也不由眯了眯眼眸 那把行刀烙印着一种莫测的周天规则奥义 广乖 苏义咒了咒美 以他如今的道行 配合玄虚傲义的力量 足可灭杀那些同寿精的执戒者 可面对一个手窝神兵的皈依境界王 差距之大 也不是悬殊可以形容 不过 苏义谈不上金荒 早在前世 他就历经过不知多少生死历练 见惯大风大浪大凶险 而今又既成贯主的阅历和记忆 面对这样的困境 心境端不可能会被动摇 若是拼命 死的注定是对手 本作可以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 远处 金之一之间抚摸着手中的大魔行刀 语气随意到 献上轮回之密 跪地忏悔 自可活命 此话一出 天妖魔黄河孟长云皆有惊有怒 果然 这执行者同样是冲着轮回之密而来 和仙子眼神黯然 他一猜出 第一只借着望天搜 必然是以轮回之密为引子 换来了金之的出手 至于维恒等人的死 自始至终根本就不重要 苏义 赎罪活命的机会就在眼前 你还不赶紧跪下线 乘上轮回之密 远处 原目沉声开口 望天搜捋着胡须 神色平淡道 依照规矩 你本是必死的结局 但只要你愿意赎罪 我等自可以在规矩之内破例一次 气氛沉闷 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这一刻 面对这样的局面 连天妖魔黄和孟昌云且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绝望 手脚发凉 所有目光都汇聚在苏义一人身上 要看他如何决断 却见苏义抬手轻轻胆了胆衣衫 随口道 看来我苏玄军必须得为这陷运禁区重新立一个规矩了 众人一正 唯有孟昌云倒吸凉气 一下子明白过来 前不久 苏义斩杀之 借着山宁石藏岩 若被视作公敌 就要打碎这陷运禁区的旧志序 重新立一个规矩 一个属于他的规矩 而现在 苏义重提此事 无疑以下定决心 要灭杀一切敌 将 沉魂苍茫的剑影响彻 苏义气势骤变 深邃的谋冷若深渊 俊拔的身影上剑意暴涌 一身的威势也随之节节攀升 这家伙 竟还打算负于顽抗 原目难以置信 这就叫冥顽不灵 死不足惜 望天走摇头 眼神怜悯 有知行者金翅大人在前 结果早已注定 便是换作其他皈依境界王 都注定将扶诛 杀了你 不免太便宜 金翅微笑出声 我就先敲碎你这一身傲骨 废掉你一身修为 到那时 再看你是否还敢这般嘴硬 他迈不上钱 手中金灿灿的荡窝行刀骤然轰鸣 刀银如神魔的嘶吼 阵天动地 苏义没有废话 掌握那一抹剑气 同样迈不上前 大战一触即发 可就在这一刹 天穷上呼得涌现一片规则光雨 演化出一只雨 绚烂的灵雀 今至皆知 灵雀声音淡漠 毫无情绪波动 这突然发生的一幕 让所有人猝不及防 苏义皱眉 认出对方正是最初时候赠予自己玄黄令 选拔自己为试炼者的那只灵雀 难道是 主祭大人的旨意 和仙子似意识到什么 不由睁大眼睛 难以置信 主祭大人 一味神秘无比的超然存在 据传 在太古最初时候 主祭大人曾追随在红天尊身边笑命 是红天尊麾下最强的战仆之一 不过 在以前时候 和仙子仅仅当这些只是传闻 甚至都曾怀疑 那位神秘的主祭大人是否还活着 原因很简单 古来至今的岁月中 那位神秘的主祭大人 从不曾显露过踪迹 旨意 难道 望天搜和原木对视一眼 皆惊疑不定 无疑 梁者也和和仙子一样 猜出一些端倪 而此时 就见金智俊朗的面容一阵变幻 似粗不及防 又似意识到什么 整个人愣在那 但想 他深呼吸一口气 收起手中荡膜行刀 朝那只林雀拱手道 敢问主祭大人有何吩咐 主祭大人 这个昌卫 就如一道闷蕾 狠狠轰在望天搜 原木和仙子心中 让得他们一个个色变 竟然真的是来自主祭大人的旨意 天穷下 那只灵雀雨一流光 呼的当空一扇 怕 金智脸庞上挨了一巴掌 声音脆响 回荡天地 再看金智 为这一巴掌抽得面颊红肿 头发散乱 身影一个亮枪 差点从虚空中栽倒 众人皆倒吸凉气 什么情况 金智也难以置信 经路道 使者 这是何意 灵具语气波澜不惊 道 这一巴掌 是主祭大人赏你的 你是否领情 众人 金智满脸羞愤之色 这一巴掌 打得他颜面扫地 可最终 他忍住了 死死咬着牙关 道 属下领情 这让人震惊 对抽一巴掌 还得领情 那位主祭大人 是何等存在 竟强势如斯 而下一刻 灵具语一挥动 又抽了金智一巴掌 打得他眼冒金星 口鼻喷血 沉中都发出是痛得闷哼 望天手和原末都差点猛掉 还打 天妖魔皇 孟长云都不禁糊涂了 那位主祭大人 难道已经知晓此地 发生的事情 于是再用这种方式 惩戒金智 使者 这究竟是何意 金智修愤欲死 眼睛都有些发红 被抽耳光 伤害不大 但侮辱一味却太强了 灵雀的声音淡漠如旧 主祭大人说 若你不知自己犯下的错误 就一直抽你耳光 直至把你抽醒 众人皆心颤 这才反应过来 而金智四意识到什么 躯体发寒 连忙道 回禀使者 我已知错 不该擅自出行 离开原始密的 啪 声音还在回荡 金智脸上又挨一巴掌 一下子 他脑袋红肿如猪头 满脸血字 披头散发 面目全非 看起来异常凄惨 甚至让人都不仅有些想笑 为何 这又是为何 金智四声大叫 他懵了 第一巴掌 他已领情 第二巴掌 他已认错 和这第三巴掌 又是怎么回事 灵雀道 主祭大人说 你倘若认错 就再给你一巴掌 让你记住这个教训 我 金智张了张嘴巴 却沉默了 他担心再说什么 就会再挨巴掌 和谁曾想 又是一巴掌 抽在他脸上 打得他满脸都在躺去 鼻梁鼓塌陷 整个人都差点崩溃 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一刻 苏议都有些证然 这巴掌 是打给自己看的 主祭大人说 这一巴掌 是在汉卫红天尊立下的规矩 若再有下次 必饶你不得 灵雀道 金智神呼吸一口气 擦掉脸上血水 道 请施着回禀主祭大人 属下已彻底之错 断不会再有下次 灵雀道 你可以走了 金智这才敢相信 不会再挨巴掌似的 暗松一口气 拱手道 是 而后 他抬头看了远处的苏议一眼 便转身离开 那一瞬 这位执行者 瞳孔深处的森然恨意和杀鸡 被苏议清晰捕捉到 站住 苏议淡然开口 我让你走了吗 此话一出 全场激情 就是那灵雀也不由多看了苏议一眼 近斥 他怒急而笑 道 你还要如何 他心中大恨 若不是灵雀使者携带主祭大人的旨意前来 他分分钟就能弄死这个试炼者 可现在 只能隐忍 愁自己一巴掌 我让你走 苏议随口道 你 金智震怒 毛子中杀鸡抱勇 和此时 那灵雀唇中却净土一个字 偷 金智错愕 难以置信道 使者 这难道也是主祭大人的旨意 望天走和原目对视 神色皆欲发精疑 心神翻腾 主祭大人 究竟为何非要这么做 难道一个失恋者 会比执行者矜持更重要 天妖魔皇 孟长云也都恼得发猛 完全无法理解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主祭大人说 必要是好 可以给予受迫害一定补偿 灵雀道 现在该你补偿了 金智郁闷的差点可写 怎还会有这种事情 主祭大人究竟在想什么 苏议都不由意外 原本 他就是借此机会故意侮辱金智 见他其尊严 要看一看金智会如何抉择 谁曾想 那神秘的主祭大人 似为了平息这一场纷争 宁可让金智受辱 你 这是要违逆主祭大人的意志 眼见金智不动 灵雀不禁冷冷出声 怕 金智沉默片刻 狠狠朝自己脸上抽了一巴掌 声音催响 而后 他转身就走 任谁都看出 金智怒到极致 恨到极致 苏议没有阻拦 他说话算数 自不会出而反而 唯有心中有些遗憾 若早知如此 当提出让金智抹不自自杀的 而不仅仅只是抽一巴掌 那般简单 当然 苏议对此并不抱希望 他还不屑曲解那所谓的主祭大人的威势 来达到灭杀金智的目的 金智离开了 但那只灵却没走 他目光看向望天手和原木 虽不曾开口 这两位只借着一彻底色变 心都悬到嗓子眼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 《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逆 第1195章 《猎化玄黄令》 之前 灵却代替主祭大人宣布的旨意 已经让望天手和原木感到心惊肉跳 直直看到金智被掌柜的那一幕幕 更是让两人一时到不妙 心神战立 而此时 随着灵却将目光看过来 两者彻底慌了 浑身之冒冷汗 根本不等灵却开口 望天手一火烧屁股般攻身行礼 战声开口道 属下知错 属下知错 只求使者开安 念在过往岁月中属下兢兢业业的份上 网开一面 属下定细心革灭 将拱不过 原木也慌了神 急匆匆求饶 这一幕看得天妖魔黄 孟长云都不禁冷笑 之前 这两个执戒者可是稳坐钓鱼台 一副稳操胜券的姿带 可现在 一个个吓得六神无主 苏义好整以下立在那 冷眼旁观 谈不上高兴 归根到底 这两个执戒者之所以恐惧 完全是被那位神秘的主纪大人所赐 而并非是真正悔改和认错 我只是传达主纪大人旨意 你们也无需向我求情 天穷下 邻居语气淡漠 你们听好了 自今日起 何处你们执戒者的身份 收回执戒令 声音还在回荡 他语意煽动 嗖嗖 在望天守和原木身上 各有一块令牌掠抽 落入灵雀的羽翼之中消失不见 刹那间 望天守和原木脸色煞白 视魂落魄 他们清楚感受到 陪伴自己无数岁月的直戒者烙印消失了 再也感受不到这片天地的周天规则 这就像被一局打落凡尘般 一时半刻 让他们难以接受 主纪大人说 你们一直渴望摆脱枷锁 承获自由 而今 你们已经自由 是否该感恩 灵雀道 望天守和原木浑身哆嗦 齐齐行礼 属下多谢主祭大人大恩 看似感激 声音却透着失落和惊慌 原因很简单 失去之戒者身份 失去对周天规则的掌控 那苏义 焉可能会放过他们 使者大人 属下有一个不情之情 能否让我们活着离开仙陨禁区 望天守哀声祈求 这诸如是的老者 彻底慌了 那要看你们自身的能耐 灵雀语气冷漠 一句话 让望天守都快要崩溃 打破脑袋 他都没想到 一场针对失恋者苏义的布局 在最后收网的时候 怎会发生如此大的变故 耍 呼地 空间震动 原木第一时间逃了 显然 他一时到不妙 欲摸一线生机 立刻逃生 不过 苏义岂可能让他逃了 伴随着一道惊天的剑影 一直窝在苏义手中的 那一抹剑气当空展出 这一抹剑气 原本是要对付执行者金翅 融入苏义一身的惊气神 除了那位玄虚傲义 还带着一丝属于九玉剑的气息 而现在 则被用来斩杀原木 紧紧插那间 轰 数百丈万 虚空炸开 乱流蹦剑 原木的身影随之喷的一声炸开 形神俱灭 那霸道的一幕 让那只灵雀不由吃惊 他是仙运禁区的周天规则力量所化 能清楚感受到 苏义这一剑的威能 能够严正威胁到他 苏 苏大人 望天搜满面惊恐 猛地跪在那 矮声祈求道 能否 能否给小老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回答他的是一道怒战而至的剑气 扑 望天搜躯体军裂 魂飞魄散 远处 天妖魔皇内心激动 你难道 狗屁的将功补过 之前时候 你这老家伙和阴毒到了极致 痛快 孟长云胸腔起伏 感慨到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验宾客 眼看他 楼塌了 之前有多嚣张 而今就有多凄惨 他眉飞色舞 恨不能仰天长笑 和仙子正正立在那 一直很沉默 无论是金翅的遭遇 还是望天搜 原木的死 皆带给他极大的冲击 无法平静 而目睹这一切 灵却并未阻止 他眼眸看着苏翼 道 仙陨禁区的外围地带 有规矩可依 但在原石密的 则没有任何规矩可言 你若要前往闯关 可要当心了 苏翼微微挑眉 道 这也是你口中 那位主纪大人 让你说的 邻居摇头道 但凡有资格前往 原石密的闯关的试炼者 皆会收到来自我的忠告 说吧 他予以晃动 凭空消失不见 没有任何规矩可言 这是否意味着 像金翅这般助手 在原石密的中的执行者 皆可以肆无忌惮地 对我动手 苏翼若有所思 苏兄 你没事吧 天妖魔皇迎了上来 翘脸上有激动 更多的是关切 无碍 苏翼笑着摇头 无非是修为消耗 有点多而已 小老就知道 大人见到无双 红富起天 定可以力挽狂澜 化悲悲安 似那些痴魅亡俩 不过是跳梁小丑 弹指可灭 孟长云也兴冲冲跑过来 满脸兴奋 这老家伙 现在拍马屁都不带遮掩的 逮住机会就一阵猛吹 苏翼直接就无视了 他目光一扫四周 道 先找个地方 我打算彻底静修一番 道友若不嫌弃 我所在这座道观 便最安全 远处和仙子呼的出声 这位直接者面对苏翼时 眼神终于戴上一抹 之前没有的敬畏之意 多谢了 苏翼点头 厚厚的黑云 再次把黑血废墟上空覆盖 四野寄聊 道观外 灯笼洒下斑驳的光影 和仙子随意坐在一处石阶上 轻声道 天妖道友 能否跟我讲一讲那位苏道友的事迹 天妖魔皇同样坐在那 汗手道 千未想知道 我自知无不言 梦常云立在不远出一株歪脖子枯树下方 闻言当时竖起耳朵 内心的好奇被勾起来 他虽早已臣服 和所了解的 终究只是属于贯主的过往事迹 也仅仅只知道 贯主的转世之身 曾在这大荒天下称尊 至于其他的事情 则一无所知 很快 天妖魔皇殿威威到来 与其说他是在谭苏义的过往 不如说 是在追忆他印象中 那个如若当时神话的男人 同一时间 道观内 苏一盘膝而坐 他的身影猛的一阵摇晃 最终没能忍住 唇中躺出鲜红的血水 那一身的契机 也骤然衰弱下去 肉眼可见 连他的肌肤都变得暗淡 长发似失去光泽 整个人呈现出一种 油镜灯窟般的迹象 关键就在于 之前的厮杀战斗 他长时间动用玄虚傲义 一身道横消耗太过严重 再加上最后时刻 为了准备对付金翅的手段 更不惜御用酒御剑的威能 让他早已是强弩之末 此刻一放松下来 整个人精气神都萎靡下来 归根到底 还是修为太弱了 苏一唇鞭泛起一丝自嘲 遥想当初身为灌主时的自己 纵横星空各界 剑阵一个时代 近乎于无敌 寻常的洞与境界王 都不放在眼中 更别提同寿静 归一静这些角色 不过 若以玄道层次的修为而论 无论是前世身为 玄军建主时的自己 还是第八世身为 灌主时的自己 皆无法和自己今世比拟 这就足够了 苏一心神古井不波 他从不会一心 追求境界的快速蜕变 转世重修 自当步步为营 如此才能碎炼出 远超其他前世的无上道业 苏一把身上的玄黄 另接取了出来 足有四十七块之多 除了他自己那块 其他的皆是从罗子红 汪迷 阎峰 乾川 莫容山身上获得的战利品 其中还有六块 来自孟长云 略移私寸 苏一便拿起一块玄黄令 开始打坐修炼 玄黄令难是由玄黄母气凝聚而成 本就是外界难得一见的瑰宝 对于苏一而言 凭借十八块玄黄令 他就已经拥有前往原石密的闯关的资格 多余的玄黄令 自然可以拿来进行修炼 哼 玄黄令颤抖 刹那间就融化成一股佩然无匹的玄黄母气 向长江大河般涌入苏一体内 他那如若干河河底的修为 顿时得到滋养壮大 以惊人的速度开始恢复 仅仅半克中 一块玄黄令所运机的玄黄母气 就被苏一彻底炼化一空 而他的修为则已经恢复七成左右 由于汲取和炼化的是玄黄母气 在修炼时 等于把苏一的修为 到驱 神魂重新洗炼了一遍 产生微妙丹却显著的而变化 苏一没有耽搁 又拿起一块玄黄令开始修炼 一个时辰后 苏一足足炼化五块玄黄令 他一身修为沸腾如火炉 不只恢复到巅峰地步 并且还比之前更精进了一步 一身的修为力量 都带上一股属于玄黄母气的 厚重苍茫气息 雄魂磅礴 就连锁掌握的转身 忽容 彼岸 沉沦 终结等大道奥义 都提升一截 隐隐有趋于大圆满的迹象 这就是玄黄母气 乃是玄黄星界的混沌本源力量 在最初时候 更被誉为星空万道的组源 此等力量 妙用无穷 催炼的不只是修为 神魂河道区域 还有修士所掌控的大道法则 这也是为何像花心斋 九天阁这等星空巨头势力 会纷纷派遣强者前来玄黄星界 原因就是 玄黄武器太过神异 是只有在玄黄星界才能寻觅到的矿石神物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